哈喽大家好我是永航 那么很高兴就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继续啊 给各位捞一捞这个电梯大战的一个阶级版 前面呢这个给各位呢 做过电梯大战的FC版呢 可能好多人都没看过 然后呢那个游戏呢也显得比较粗糙 那么呢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游戏啊 电梯大战的一个阶级版 玩法呢基本类似啊 也是呢这个特工乘坐任务 你看这个妹子还有个撩头动作是吧 有个撩头发动作撩头是吧 之后呢你看这个游戏里边呢 它是加入了这个呃非常显而易见的各种兵种 以及思维啊是吧 这个你是啊一眼就能看懂 然后呢这个上面呢有这个power m 这个灯子大之后呢这个游戏呢也是一 依旧啊这个红色的门是必须要进一下的 里边呢有关键的这个过关道具 啊关键的过关道具 OK你看这儿吧连续红色的门进完之后呢 这个一个那啥 一个墙就炸裂啊 这就属于第一小关就完成了 啊它这个呢整体是一个 一个故事啊 然后呢分割个小关啊分割个小关 然后呢咱们选择的一个角色呢 是这个美女妹子 长发美女 长发美女是什么特色呢 血量少 但是呢开枪的速度非常快啊 这一点呢有点像谁呢 有点像这个恐龙快打里的这个美女汉娜 那是比较想象的啊 OK那这样呢你看第一小关乘车就走了 啊搞定 然后继续再来到Miss Jane 2第二关 啊这个就是一关接一关了 不再像那个FC游戏一样呢 就一关反复玩是吧那没意思 这第二关呢是用这个直升飞机啊 直接呢冲到这个大楼里边也是有点猛 然后呢这个电梯的样式呢也会发生变化 之后呢它这里因为是打的速通啊 所以说呢这个不关键的门它就不进了 然后屏幕左上那个B呢就是雷啊 那放雷类似于这个飞机类游戏的一个全体通炸 之后呢右边那个勒啊 这个勒的话呢就是他发的那个火焰激光啊 非常关键 然后呢这个Miss不管开枪快啊 他的行动速度呢也是非常快 之后呢这游戏呢除了Miss一般呢 还有两个汉子啊 汉子咱们就不多做介绍了 正好呢他选择这个Miss英雄啊 咱们呢这里一起来看一看 之后就会发现这个子弹呢打的怪之后呢 这个会出现一个火焰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他刚才是把哪个东西给打爆了以后 地下呢还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一个火焰啊 有点类似于三国战机二大的一个火攻阵 啊这个位置积蓄 这个这个呢也是一个小管底吧 就在左边的位置呢开始等 然后手枪是无限的 你看这个开枪速度很快是吧 手枪可以peerpeer无限攻击 把这个飞线兵啊打到固定的数量呢 这关呢就算结束了 然后往前飞跃 登机啊来到了这个飞机的内部 哎你看这吧来到了飞机的内部 这一款游戏呢你就这么一看呢 比值这个FC 那简直是优化了不知多少倍是吧 这就是一顿小病病了 没什么好说的了 那个家伙 那个家伙怎么被打成那样 这里呢等一个电梯啊 这个电梯还是挺慢的 这个电梯分三次上下 直接下来啊 奔这个红门去 对直接奔红门去 OK搞定 然后呢拿到了一个过关必要道具吧 反正他这里就是所有的红门必须进一遍 之后再上去走二层吧应该 哎不是走二层啊 还是走这个碎顶上 跳躲个子弹 他这个跳呢还能踢人啊 这个跳呢不管是跳 然后呢这个电梯底下就不能站啊 如果被这个电梯压到的话呢就凉了 就凉了 那是一个机器人吧 机器人直接给他踢倒 然后上来一个跳跃 往左走 之后那个滚筒呢是油筒 OK呢打出一个爆炸效果 然后地下呢有持续的火焰 这位置上去啊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红门呢应该是把这个电梯给整上来 之后呢这游戏呢 就是抓上面那个小红人 刷他就完事了 这样呢这个第二关也算是过了啊 来到了这个本游戏的第三关 Claveness of Night 叶总会吗 好吧这里呢咱们来看啊 接上来呢一个 而且这个妹子还能往上开心啊 这点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上面那两个life毫无忧愿是加血 但是他满血就不太需要了 这里呢继续 再走 哎这个电梯没赶上 有点耽误时间了 OK然后呢头上有一个类似监控器这样的一个东西 直接把他打掉 蓝色门里边呢应该是爆补给 这里在等什么 啊这里在等一个右边的小人出来 不是吧 我这里没看不懂他在等什么 这位置呢直接上来 然后往前跑 来到了最左边的电梯啊 把前面那个一系列的地方全过去 这地方就得像迷宫了 这有一个大一保安 大一保安 但是呢也不太厉害 掰给 这位置直接来 把这个大一保安击毙 然后呢红门逼近 没什么好说的 他这个呢不像那个FC内代了 FC内代的这个腰里 不会别一个机密文件啊 这里呢也不会了 这里吃了个M M的话呢也就是一个手枪的一个加强版了 子弹数量非常多 开的非常快 主要是那个妹子开的快 其他人开没有这么快 看这里呢一个左右扫射是吧 之后来网友走上电梯 开始踢脱 这位置捡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驾驶没捡 这里把这个狗都给踢死了 没谁了 那是一个丧志兵吗 你看果然是个丧志兵啊 地下没死 这丧志兵呢应该是 能扛二次打击 这位置呢背后有一个 机枪设备 那个应该是一个 机械设备 这位置是不杀光 这个右边的敌人不能走吗 还是怎么回事 没得看懂 这里上来直接走 你看蓝色全是补给 蓝色们全是补给 之后伤到最顶上 反正这个就是 你要么就是从最顶上往最顶下 要么就是从最底下往最顶上走 反正呢就两个方向 一路干到头就完事了 这个地方是失误吗 他这个电梯呢 是多往回回了一腰 不知道这个地方 是不是他的一个失误 红门 好那再进去之后就OK了 上来 上左 来了 这个弹飞机又来了 可能到最底下 这位置好像就要在电梯的输出吗 反正是来boss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boss的 怎么办 下来的还是在帮伞兵 没什么西意啊 他是利用这个油桶 把这个火焰持续扑到地下 然后呢让他帮怪网 这个火焰是落 非常不错的一个套路 之后呢 在最底下就是输出啊 剩下的这怪呢 也就对他形成威胁了 后边的话呢 似乎是一个无敌位 背面的话应该是不受攻击 好吧 这里是彻底来到了左边的无敌位 那这彻底无敌了 背后呢没人攻击 然后呢只需要看出正面就完事了 这位置呢选择往上开枪 但是那个飞行军跑了 这个小编也太贵了吧 OK被击毙 那么呢这关应该是搞定了 看人物进入了无敌状态 他吃了一个三分治 OK 那好像忘记了大神了 这里呢 咱们介绍一下表演大神的ID 叫默默叉叉 MM叉叉 比较随意的一个ID了 看来大神对于这个ID呢 是 不是那么太看重啊 水平在这就可以了是吧 ID什么的都是次要的 那个家伙干啥呢 上面那个第二层那家伙 磕头呢 跟谁败把子呢 这出现了新的兵种啊 拿着盾牌的一个防暴兵 看看这个盾牌有没有用 这盾牌真有点用啊 这个盾牌帮着扛了好几枪 这里呢直接跳过来 然后把这个盾牌兵击倒 但是这一波击倒呢 有点耽误时间了啊 也不耽误 这里呢来到了这个红色 没跳上去可惜 它这个游戏的速通与不速通呢 就是这个电梯 能不能第一时间赶上 这位置是给了一刀吗 那是地雷吧 这个地雷来得太慢了 太慢了太慢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 这是什么玩意儿 飞行宰剧 打包了一个油桶 直接把这个飞行宰剧给烧掉 可以 你看是吧 这个游戏它就比起FC 那是好玩的多 这个游戏我也玩过 三名角色呢 也都分别的用过 还是这个妹子好玩 这里呢上去继续 然后红色BG门 拿下 然后选择这些跳过去 好身手 再进一个BG门 这里不跳 之后杀一波兵 再跳 进门 可以 一个三连门 这里继续 极限跳跃 再进门 这段的操作可以是吧 连续的一个三次跳跃 然后这是什么情况 飞机给接走了吗 这关过得太快了 这关没有boss OK来到了密斯神5 什么来 什么计划 这是 斩首计划吗 看那个 看那个 特种不对的片里边 一整就有斩首行动 不知道他这是不是 斩首计划 这个位置呢 吃了一堆补给啊 但是都是加血 没什么大用 回来了 整了个勒 又来了一个二十发勒 咱们来看看 这个勒有没有什么妙用啊 特意回了 吃了一圈 左边的红门 这红门不进去吗 好奇怪啊 红门不是必进的吗 这是这个游戏的特色 红门必进 那看看他这红门不进 有什么说的吧 这个勒 这个窜透效果 简直无敌啊 这我们来看 底下这个电梯 赶紧一次性的跑过 这个电梯比较的 长 之后呢 这里乘着电梯下来 走到右边的红门 OK赶紧跑 别被电梯压着 跳过来 打碎了一个 机械 这应该是一个机关 机械机关 之后直接下到最底层往前走 那看来那个红门没进 没什么影响 这游戏不是必进红门吗 这位就又来了一个勒 勒的使用效果 应该是比m强 m的话呢 感觉跟他的手枪 差距不算太大 个人感觉 我觉得这游戏不是太多吗 只是 只能是目测 啊 这个红门进不去啊 原来后门隔着一道墙呢 我今说 不能吗 这游戏的宗旨 就是红门必进 不能用这个 背着游戏来打 这里挡 上去 前跳 下蹲 之后上 那还有个蹲坑的 你这也是没谁了 他反正 左边还有个蹲坑的 这个地方抛我 吃了一个勒 这个有点亏啊 先吃个m再吃个勒 之后呢 红门再一上 这个位置呢 继续往下 你看他这个地方 有点像迷宫啊 你要是不熟悉 这个流程的话呢 你看 别说就速通了 是吧 连通关可能都飞进 这里继续 再上 攻击 下去 这个乐蛋真好用 你看那小红人是什么 新冰龙吗 哎 管是新冰龙 会跑 很强 那这样呢 咱们追上 哎 这下到了一个 这是快艇之上 那么应该是最后一关了 果然 Final Miss 谁啊 维莫思算 什么 什么阳光 这里呢 上来直接把上面的箱子打掉 还是觉得吃这个乐 然后呢 然后呢 踢一个滚桶 滚下去 这位置呢 还得等电梯 这里不能只要我电梯上跳啊 容易做爱着 容易做爱着 这个做爱着这个下 让我想起哪个游戏呢 地底探险 我不知道各位玩玩的那个游戏啊 地底的地底探险的游戏 这很容易被塞住的 这里就是一路往下下了啊 这帮小兵的话呢 都来不及开枪 所以说呢 咱也不杀他 他不影响咱 咱就不杀他 这里呢 直接下到最左边 然后进去空门 这个路线还是很熟是吧 然后呢 再中 上去 这里再等最右 可以 这样呢 进入一个新的图 等一个电梯 上来 走 他这枪开的真准啊 跳踢啊 这位置呢 省个子弹 你看是吧 他这 刚才应该是也想踢 但是呢 那个小兵 也就发现 他要开枪了 这个有盾牌的兵 应该是踢不了 你看是吧 这里能踢就踢 省一枪是一枪 这位置 打了一个手榴弹 他这里 手雷扔了一颗 这个地下的 地下的火 这都用手雷炸出来的 然后 这个 上高了吧 这出现了一个失误 伤多了 之后等 上去 给他大傻子 来一枪 一打二 左边那个不是啊 一打二 OK 来了 这是一直在逃跑的 那个红人 咱们一直在追他 这里呢 就在180秒 之间拿下他 这位置一枪 就搞定了 这太快了 我们来看 现在这什么剧情啊 好像在解锁这个门 还是在等待什么任务 还是等右边 那个电梯 好像是在等 右边的电梯 果然 上去 这应该是最后的 一个一百多秒的 一个逃 逃生吧 这位置还在等 这个蓝门有补给 没有选择要 看来里边 没有什么重要东西啊 这段耽误时间啊 这段没什么好办法 这里上来 走 直接过这个电 杀一下 再杀 等这边的梯 这里扔了一个雷 打一个持续输出 这位置呢 是打一发 漂亮 火镜桶 直接把对面的飞机击落 再击落 还在等 那这个玩意可真慢啊 走 重踢上 能不能直接躲电 可以 直接躲电 同时往上开了一枪 然后上边那个 那个玩意不打人吗 你看 左上角那个 红色的那个探照 我以为他会打人呢 这里呢 直接来 这是一个一杀三吗 等一个电 一杀三 哎呦 一杀五 连上边是两个小人 带一个飞机全打下来了 这一枪应该是本机游戏里边 最精准的一枪 这里呢 这个小红人又在跑 先给他一枪 再给他一枪 这里呢 利用电梯 利用咱们电梯的这个上下一栋 电梯大半嘛 是吧 这些红人可以啊 火箭炮扛这么多轮 哎 直接被击尘 然后呢 咱们把最后的机关也给打 打碎 之后呢 就落地了 这也就完事了 就已经通关了 伴随着这个火箭筒 炸掉对方的基地呢 咱们也是感谢咱们的 摸摸叉叉大声 我是本期的九永恒 咱明天同学之间 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